为了让受福住的孩童们能够安心就学 花莲家福中心努力招募助学红包 而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助学红包数量与金额创历年最高 而开学在即还有将近700万的缺口 花莲家福召开教育翻转未来助学支持计划记者会 希望能够号召更多人来帮助孩子们就学圆梦 每年寒暑假为了让受福住的孩童可以安心就学 花莲家福中心努力召集善心人士认购助学红包 今年花莲家福预计要发放1400份 金额达1145万的红包 数量和金额创历年最高 而在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 整体捐款反而下滑 统计到8月1号还有将近700万的缺口 有851位的孩子等待助学支持 家福中心其实在地我们帮助大概1800多户的家庭 那我们每一年在寒假跟暑假开学前 都会为我们辅助的孩子筹募我们的奖助学金 在9月前我们也希望说 大概有将近700万的缺口 我们可以努力的帮孩子募集到 让他们在9月份开学的时候 都可以不用担心学费或生活费到底有没有着落 甚至我们也不希望孩子因为有奖学金或是学费的需求 而最后导致了放弃学业的这个选择 很多孩子他可能都是从小 我们就一路陪伴 然后一直到他们的高中大学 甚至到最后的智力 那其实陪伴孩子的历程其实很漫长 但是其实在这历程当中 孩子跟家庭也会产生很多不同的需求跟困难 那家福其实我们就在一个历程 从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 透过社工的专业 协助他们解决在这个成长历程当中的任何问题 那一起跟他们陪伴他们突破他们的挑战跟困境 受家福资助大学毕业考取了许多证兆的威豪 他也分享了他的求学历程 算是引导吧 对啊 因为我本来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只知道打工可以就是贴补家用 然后到我就是除了学习学校的专业技能以外 然后他让我知道说我在出社会 要怎么运用这些技能 然后让我真正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这样子 就像他们这边常举的一个例子 给鱼吃不如给你 教你怎么使用钓鱼竿 那他除了不只给我鱼竿 他也教我怎么钓鱼 让我自己能钓更多的鱼 对对对 我现在不只钓鱼 我还潜水去抓鱼这样子 华联家福目前正积极求募 助学红包 环岛馒头也热情相挺 手作爱心馒头义卖捐款 希望可以号召更多人来关系 江湖孩童的教育学习之路 无穷世代 让教育观传孩子有未来 谢谢旅会欢迎视报导 谢谢旅会欢迎视报导